当当当 宝们好 我是你们人见人爱的老姐姐 上一集讲到不是在10点钟左右吗 我跟安卓就吵架了 然后安卓就离家出走了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妥协的人 尤其在利面前 放下点声段 失去点尊严 其实对我而言没什么 因为情绪这种东西你是说不准的 有时候信心好 人家怎么说你你都无所谓 但是有些时候你心情不好 人家随便说一点点 刺到你那个点上面你就爆炸了 所以说如果让我给安卓妥协 并不代表说我有多爱她 而是因为毕竟老娘已经花了时间 教了她四个小时了 不想就这么轻易的放弃 还是嘛 这个实验做到底为止 我觉得我整体来说 你不要看我做很多疯狂的事情 我是那种理性大于感性的人 整体而言 然后老姐姐拿起手机 用谷歌翻译 翻译好一段话之后发给安卓 大致就是说 我是一个很懒很没有耐心的人 我本身是很追求效率的 所以当你分享给我你那些旅游的故事的时候 我很感谢你给我的耐心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是没有那么多兴趣 跟一些陌生人聊天的 然后还要花时间搭他们的顺风车 因为我总是想用最短的时间 达到最大的效果 所以当时我勾引你的时候 我就直接了当的时候想吸你气吧 并不是说我有多勇敢 就真的是为了节约时间 不要浪费大家彼此的精力 我这个人其实活着很去标签化的 我一看这个人都是看这个人的本性的 你看我都不在乎安卓有艾滋病了 对吧 我更不会在乎他来自什么国家的 但是我觉得安卓思维很窄 他一方面跟我语言没法沟通 然后另一方面 他总是三番五次的 就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 你是个中国人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真的不想去辩解 因为随便他怎么去理解我 反正他觉得我是个烂中国人也好 还是个好中国人也好 我都无所谓 然后我翻译里面就说 我就跟你这么讲 我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多面的人 就是你看到的我和真实的我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的方方面面 因为我们语言不通 这会浪费大家彼此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其实这一点对吧 你们大家都懂的 每天看我的节目 你觉得我这过的是正常人的生活吗 我这是每一天都把它当作狗血剧来过呢 所以你看安卓 他的思维这么简单 然后语言又不通对吧 你说我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去跟他讲我是谁 我干过什么 相反呢 就安卓可能觉得啊 他是个很特别的人 老是跟我讲一些 他这种旅游啊 背包客啊 就招手蓝车这些事情 所以一方面呢 就我很感谢安卓给我的耐心啊 然后呢 很乐于分享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挺无聊的 就总之没有那种刺激感 就我很追求刺激感 你们懂的 所以你说啊 从俄罗斯招手蓝车啊 一路来泰国 可能对于一般人而言啊 这还真的是一件啊 挺了不起的事情 但对我而言嘛 就是说 我并不是做不来这个事情 我也不怕丢这个脸啊 去招手蓝车啊 向人家乞讨啊 甚至跪舔什么之类的啊 我觉得可以做得出来的 就重点是 我觉得我的时间 感觉做这个事情不值得 我可能对我自己的人生意义 还有时间的管理 有更高的一个期望值 所以这种事情嘛 就我觉得花钱就好了对吧 你花钱就可以很快的 坐个车啊 坐个飞机 就到达目的地 就省很多事情 然后呢 如果说从人性的 这个探索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你路上认识的这么多人啊 又很肤浅啊 大家聊的东西也很肤浅 你没有办法对这个人了解得很深 这个也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 反正嘛 你们懂的呀 就是这些东西 安卓是无法理解的 因为之前嘛 安卓就会拉着我啊 说他在情侣里面认识了一个什么什么人啊 然后呢 让我跟他聊聊天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啊 我没兴趣设交啊 然后安卓就说嘛 你是中国人 你们很害羞 你很内向 你们不擅长设交 然后当时我听了之后嘛 我就 天哪 所以在安卓看来啊 我就是一个啊 内向的人 不懂得设交的人 缺少设交技巧 害羞 哎呀 反正就是随便他怎么说吧 然后呢 我发了第二条消息啊 我就说哎呀 你也不要想那么多 我就说不论你怎么认为我的啊 就是总归嘛 你赶快学好英文啊 这样的话呢 你就好去下一个地方了 民意学好了 是不是更容易搭顺风车啊 是不是更容易找到啊 这个免费住的地方啊 结交更多的朋友 你们看啊 这个就是社交中的话术啊 就是你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为他考虑 因为人性都是贪图便宜的 他如果觉得有好处啊 有价值 他自然而然就会去做的 你光是一味的说啊 他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啊 我跟你说 他根本就无所谓的 就好像你们在座的各位啊 都不是什么小白兔了 对吧 虽然谈不上老奸巨华啊 但是起码都是挺聪明的人 对不对啊 你们也谈过这么多恋爱 你们觉得 你们分手了 对吧 就是对方会承认自己错了吗 啊 不会的 你们都不会承认自己错了的 要错都是对方错 所以呢 从我的角度来看啊 不管哪一方 做的有多么的过分 就其实本身爱情这个游戏啊 双方都是不亏的 就是他本质还是公平的 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性格啊 我这已经谈过很多很多场恋爱了 就多到数不胜数啊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敢对我家暴的 就即便我遇到那种脾气差的男友啊 最后老姐都可以搬回来 这里呢 我说句大实话啊 你们认真听好了 做好笔记 谈恋爱啊 教男女朋友这种东西啊 说的好听点啊 叫做浪漫 说的难听点呢 就是你的性格缺陷放大气 你性格中的缺陷啊 就注定了你在选对象当中的一个盲点 很多人觉得找另外一半啊 是啊 弥补自己的不足啊 互补啊 我跟你们说 这都是太理想了 其实一般情况下呢 你找的对象呢 就是人间地狱 我打个比方啊 一个女的她如果有性格缺陷啊 比较软弱 那么呢 她顶多在公司啊 会吃点小亏 受一点点小欺负 但是工资啊 是照发的 起码同事啊 老板还会维持一个表面上的体面 就不会出现那种极度的不公 极度的委屈求全 但是呢 这个性格软弱的女人啊 一旦找了个老公啊 人性呢 就是爱捏软柿子的 她的软弱反而会增加对方 家暴她的气焰 尤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啊 连那种表面的那种功夫啊 人都会懒得去做了 所以呢 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啊 她就是把你当出气筒 你越软弱 你越被欺负 你就越倒霉 就越没有出头日 再说个例子 如果本身你就爱嫉妒 你谈了恋爱之后呢 你的这个嫉妒心理啊 就会扩张十倍啊 甚至一百倍 如果你本身爱拖延啊 你找了另外一半之后呢 就是一个和尚有水喝啊 两个和尚缺水喝 懂啊 就大家就拖延症 就是乘以十倍 一百倍 这些呢 你们仔细回想一下 我真的不是瞎说啊 老姐姐谈了这么多恋爱 我真的发现啊 就是找另外一半 真的不是什么互补 就是把自己的性格缺陷啊 把自己人性的这些死角啊 就无限的哗哗就放大 所以现在呢 我的角度啊 就是我已经不再期待 说恋爱有那么美好了 我反而把恋爱呢 当做一种自己的修行 就像我跟我这个瑞士男朋友一样 他哪怕有女友啊 我都无所谓 我更在乎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一种心理变化 和我的一种感受 我都会记录下来 总之你记住啊 你很难改变一个人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你在不断的进化 不断的改变自己 然后你会变成一个 让自己更加满意的人 所以说谈恋爱 谈到最后你爱的是谁 其实爱的是一个进化过的 蜕变过的你自己 言归正众啊 安卓不是看到我的消息吗 觉得我比较妥协啊 也道歉了啊 然后讲话嘛 也比较有条理啊 安卓就pdpd回来了 回来之后嘛 老姐姐啊 先把安卓吸了两发 让安卓啊 体力不支 作为一种变相的惩罚啊 安卓嘛就气喘吁吁的啊 趴在床上面 然后老姐姐嘛 看安卓这个德性啊 也是一副啊 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然后我老姐姐就趴在他身上啊 也在摩擦啊 摩擦了一阵之后呢 我还用牙齿啊 咬他的后背 这里呢 我也承认啊 我就是个变态啊 我就喜欢在这种危险的试探当中啊 找到一种性的刺激和快感 我就把安卓的后背啊 死命的咬啊 我就看他表情的变化 然后果然嘛 是俄罗斯这种战斗民族啊 又特别能忍啊 我那么用力了啊 然后安卓嘛 都是那种咬紧牙关啊 一声不吭 他越不叫嘛 我就咬的越用力啊 然后嘛 老姐姐那种感觉来之后嘛 我也就硬了 然后呢啊 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保护措施啊 老姐姐就把安卓给插了 然后搞了十分钟嘛 老姐姐就把安卓给内设了 然后呢 我把这牙齿啊 从这个安卓的后背啊 移开啊 就后面已经被我咬的都是那种血红印子啊 都渗血了 哎呀 好了 我知道我是个变态啊 我承认 但是老姐姐也是一个啊 诚实的变态啊 反正这么搞过之后嘛 老姐姐这个欲望啊 和这个愤怒啊 都得到了宣泄 给你们看一下啊 老姐姐咬了这个牙印儿 哎 我这个死变态啊 老姐姐嘛 就是喜欢这种大尺度的啊 血淋淋的啊 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 第二天上午嘛 安卓啊 老老实实上完课啊 我就带安卓去吃了个披萨啊 你看安卓多开心啊 我们两个这么啊 两小无猜的 吃饭期间嘛 他就接到一个他妈的电话 好像两个人吵了些什么事情吧 然后安卓把电话挂了之后嘛 就说他一定要把英语学好 然后说再也不要回俄罗斯了 他接着说 他要去海滩一个人逛一逛 说到下午六点钟再回来啊 再上下午的英语课 我说行啊没问题我等你 后来嘛我就回到情侣啊 等到他六点钟 我就给他发消息 我说你在干嘛 他说他还在海边看海 我说你要回来上课嘛 然后嘛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到了晚上九点钟嘛 他就PDIPDI回来了 然后我就说嘛 你说好六点钟要回来上课的啊 你就算不回来你也鞠个声呀 但是你不回我消息什么意思 接着呢他脾气又上来了 他说啊 你们中国人就是喜欢控制别人 我不回来是我的自由 你不要尝试控制我 我们欧洲人是很喜欢自由的 然后我一听嘛 当时我觉得妈的 怎么有这么个傻逼啊 就是气不打就出来 我说你滚滚滚啊 赶紧滚啊 从我面前消失啊 赶快搬走我这个地方 然后嘛 安卓嘛就捧了一张脸啊 开始收拾行李 然后我躺在床上面呢 就假装在玩手机啊 其实我在偷偷地拍他 他整理好行李之后嘛 准备要走 我说哎 停一下啊 你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是我的 脱下来 然后嘛 他就啊 都脱下来之后呢 换上他原来的衣服啊 然后把衣服裤子呢 啪了一声 甩到我床上面啊 门再是这么一个 砰一摔啊 人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呢 我在房间里面 还是挺难过的 就觉得我对他也不薄啊 对吧 然后我也没有对他有偏见 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 还有他这些行为 就感觉 就让我觉得这种吃力不讨好 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贱呢 就感觉挺受伤的 挺伤心的 虽然我跟安卓嘛 虽然我跟安卓嘛 认识没几天 但是那种感觉在一起啊 大家就像谈恋爱一样啊 我也承认我是爱他的 就在我的字典里面啊 就是爱和喜欢 我是分得很清楚的 你说你跟一个人又上了床 对吧 又亲亲我我的 然后又一起干了一些事情 这个东西 你跟朋友之间是不会做的 对吧 所以我跟朋友之间 那个叫喜欢 但是呢 我承认 我也就是不去否定 我跟安卓之间 这东西就是爱情 我没觉得承认这个事情 有什么好羞愧的 爱他们就是爱了 最后嘛 然后嘛 我想好聚好散啊 我觉得也对这一段感情啊 收一个尾 我就给大家发了几条消息啊 就是提及几个点 第一呢 我就说 你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这个跟你自由不自由 没有任何关系 你答应了我的这个时间 那么你就要出席 如果你不出席 你要解释一下 这个是对我的尊重 也是对你自己的尊重 你不要跟我去扯什么自由不自由 第二点呢 我就跟他说啊 我接触过这么多欧洲人啊 英国 法国 阿尔兰 意大利 西班牙 就除了我接触过的 有五个俄罗斯人啊 就是老用自己是欧洲人 来去说这个事情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任何一个什么英法德的国家的人啊 会以自己是欧洲人而自居 就他们要觉得自己自豪啊 也是因为说 自己是来自于德国 意大利啊 法国 英国的啊 从来没有说 就从来没有拿欧洲人这个啊 标签来去说事的 我就跟安卓说嘛 你是因为在俄罗斯这个国家找不到自豪感 所以你老会拿这个欧洲人的标签给自己身上贴 你知道我有好几个朋友啊 都处得那种非常深的 有德国人啊 奥地利人啊 英国人 包括我瑞士男朋友啊 还有一个瑞典女生 我们聊过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从来从来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跟俄罗斯人有什么关系 就在他们脑海中 他们觉得找不到任何一点啊 是跟俄罗斯人有有牵连的 就是他们觉得欧洲人这个标签啊 都特别的牵强 就好像我们常说东亚啊 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中日韩呀 对吧 你不会想到朝鲜和蒙古的呀 对不对 所以虽然呢 事实上啊 蒙古和朝鲜确实是东亚的国家 但是你想你出门在外啊 是跟中日韩的人有更多的共同话题聊 还是跟蒙古朝鲜的人有更多话题 这里啊 我不是在说歧视啊 我只是在强调一个文化圈子的概念 而且如实的说啊 我有内蒙古的啊 蒙古族的朋友 他们也跟我实话讲 他们跟外蒙古的人啊 就是因为是同一个种族的 他们也有更多的话题 有更多的这个文化的这么一个羁绊 所以呢 基于这一点嘛 我就跟安卓街的说 我说 我都不在乎你拥有艾滋病了 你觉得我会在乎你来自不来自俄罗斯 或者是你这个国家怎么样吗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不喜欢 用一个国家去给一个人贴标签的 因为一个国家很大 对吧 人也很多种 你不能用一个国家对一帮人一概而论 但是安卓这个贱人啊 他老给我贴这个中国人的标签啊 就是把中国那种所有的负面的东西啊 都往我身上揽 那我当然就用俄罗斯人这个标签来反击了 最后嘛 我也嘲讽了他一句话 我说你不要看你旅游了这么多国家 即便有一天啊 你的英语比我的英语还要好 但是呢 你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我这种跟别人沟通的深度的 可能这辈子啊 你都看不到我能够看到和欣赏的啊 这个世界更精彩的部分 总之呢 我也希望你啊 人生的后半程啊 精彩绽放啊 祝你旅途愉快 然后呢 安卓呢 也回复了我一句话 也说我们最后有联系的一句话 他说很感谢你对我做的一切 然后看了这句话之后嘛 一开始嘛 我自己的这种情绪嘛 还是觉得很不公平的 然后有一天呢 就是我无意中啊 看那个Instagram 因为我自己是不玩那个Instagram的 我就无意中看到他的动态 我都忘记我曾经关注过他 反正当时嘛 看到他还在那边游山玩水啊 已经去了那个巴厘岛了 然后我是由衷的为他而感到快乐 然后呢 就哭了出来 然后我哭了一阵子嘛 我也在思考 就是说我为什么哭 到底是因为觉得说有遗憾吗 还是说什么 我觉得我这种哭呢 我更多是一种感慨 就是很像梁静如的一首歌啊 忘记名字了 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么大啊 然后呢 我和你在眼前 哪怕我们可以彼此沟通 但是其实我们内心的距离 是这么的大 这种跨度 有些时候是难以逾越的 所以有些网友会觉得说 我对人性是充满失望的 或者是我的世界是悲观的 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只是把这个世界看透了 我有对人性欣赏的地方 只是说可能在我往期的节目里面 我并没有讲到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说我对人性是彻底失望的话 我也不可能这么积极的去做这个节目 我也不会毫无保留的 在我节目里面给你们讲这些东西 甚至你们看我录节目的时候 我会由衷的笑出来 而我只是感慨 有些时候真的不存在说 这个人善良不善良 而是这个人性会让你和他的结果 走向一个死局 这是非常遗憾的 就哪怕你们之前做了多少努力 因为我活到现在 我是尽量的去除标签的 我不再会去因为这个人 什么肤色 什么种族 有没有钱 这些外在东西去衡量这个人 我更多是看这个人的品质 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坚持的品质 有没有诚信的品质 有没有勇气 不得不说 安卓身上有他闪亮的地方 这也是我很欣赏他的一些品质 我们在一起有些时光是真的非常愉快 和由衷的兴奋的 然后就你们的经验 你们想想看 其实大部分的人际关系 感情什么之类的 都是以撕逼分手的 就像最近王力宏跟他老婆这件事情 只是我现在心智已经很成熟了 就是我不会太在乎这个结果 因为撕逼和分手 其实更多情况下 是高概率的一种必然性 反而我现在会更在乎 这个过程当中的美好 还有这些记忆 这些在我看来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我不会因为最后的结果不快乐 就把这些美好愉快的东西都抹杀掉 就好像我妈和我爸离婚了 然后我妈就在那烧照片 我妈和我爸离婚之后 我妈就把那些衣服 还有我爸用过的东西 还有我爸那些照片 就把他们两个合照都缴了之后 把我爸都在那边烧了 然后一边烧 我妈一边哭 就真的觉得像我爸已经死了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幼稚的 你看虽然我比我妈年龄小 但是你看在这方面 我还是很成熟的 这就是青猪于蓝 胜于蓝 好了 俄罗斯宝宝安卓篇就就此结束了 完美 然后接下来的老姐姐会开一个 更刺激的伊朗篇 伊朗的健身父子 这也是一个尺度大开三观尽悔的篇章 希望宝宝们关注 喜欢多多转发到自己的节目 摸摸哒 喵喵 看这个小抽 两个抽蛋 喵喵